好,那各位老师一定发现 这边有个百宝箱 那之所以叫做百宝箱 就是因为它的功能蛮强大的 好,那所以我们把百宝箱点开来看 这百宝箱里面东西蛮多的 有这么多工具 这么多工具 那我们就 我们没有办法一一练习 我稍微 有些简单的我就稍微带过 这个是便利贴 便利贴的话 就是直接贴到黑板上 一样可以书写内容 或者不管是手写的 或者是画的 或者是直接打字的 就可以直接贴到上面去 好,那这个是我们一般课堂上常用的 这个是计时器跟马表 所以如果你不喜欢我 这个是Windows本身的 本身就有 那我会建议各位 那个如果你要用这样的工具 你直接在Windows的搜寻这边 直接打时钟 还是闹钟 闹钟 闹钟与时钟 你直接按右键把它盯选到工具列 它就会出现在你的工具列上面 以后要用的时候直接点出来就好了 这样比较方便 因为这也是常用工具 好,那所以你用这里面的也可以 你把它拉出来 直接可以用 那这个也可以用在低年级那个时钟的教学 看时间的教学 它这个指针是可以动的 你可以去动 小朋友请看一下 现在是几点几分 来请你讲出来 对不对 它可以动 好,那详细的功能各位可以试一下 那这个是马表闹钟 这就是刚刚的那个闹钟 一样的功能 那这边可以编辑 比如说我要 这是应该是10秒 然后play 10秒开始计时 一样可以拉大拉小 所以考试或给学生做作业的时候 可以这样子的用途 那这个就是 黑板上面可以操作的尺规 可以 一样可以做那个旋转 移动的动作 三角板 然后两角器 圆规 那这圆规是可以画的哦 所以你可以拉着 拉着 拉着圆规就可以画 画圆的大小 然后可以 这个半径可以移动 颜色也可以改 拉一圈它就转 它就画一圈 所以你上面那个 直接在上面操作都没问题 那这个计算机 我就不讲 这个是那个坐标系 再开一张新 那这个是那个坐标 这个是那个罗盘 然后这个比较特别 这个是数学输入公式 我们一般在写那个 在电脑上面 你要把那个方程式 或者是什么几次方 那个都不好输入 对不对 那它这里很强 比如说我举例来讲 我可以直接 比如说要那个什么 几元几次 方程式 你就学好你的东西 然后 然后它可以自动辨识 有没有 很强 很强 那自动辨识好了之后 如果你确定的话 就可以直接插入 这个东西就出来了 所以 真的是蛮方便的 就是你写的什么 3的平方加2的三次方 等于多少 没有 就可以直接insert 然后不对的字再去修改 这样 所以它这种数学的辨识特别强 这是数学的公式的部分 再来 再来这个是实物投影机 所以如果你有接实物投影机 它是可以把影像直接做投影 那 如果你有接一个以上的话 刚刚这边就可以选 可以选你要投哪一个影像 那所以如果你有接实物投影机 你选到实物投影机 你就可以直接照桌面 然后做 做那个你的桌面的 或者你直接手写教学的部分 这实物投影机的部分 然后再来呢 这个是 它的网路上的动画 动画 动画的片段 所以如果你有需要迁入动画 可以在这边做点选 然后这个是迁入影片 那跟直接YouTube带进来的影片不一样 这边迁入的影片是 一样有做版权 的那个处理的 它一样有做版权的处理 所以这边所迁入的影片 这边有迁入的影片呢 这边选好帮你迁入的影片 它都是做过版权的筛选 做过版权的筛选 所以你再看一下 这个应该都是可以直接放在你的教材里面 不会被告的 版权的筛选 这个图片搜寻也是跟刚刚一样 好那比较特别的是后面这几个小工 后面这几个小工具 这个是它帮你做好的一些小动画 这小动画 然后它有帮你做好分类 比如说教育类 然后运动类 你可以把那个图案拉出来 那这个这里面的小动画呢 它是可以有可以动的 它是类似GIF的功能 那有的下面还有按钮 比如说老虎狮子可以叫 然后可以有动作 所以第一年级还蛮好用的 比如说攻击 它是可以有声音的 可以有声音有动作的 它下面会有按钮 所以它吃东西 然后它跳跃 都会有相对应的声音跟动作 那这是动画的小插画的部分 是动画的小动画